台南市后壁东山 具有农民在1月提早种植了黑豆 原本打算5月中收成 但是呢就碰到了梅雨来袭 农民收成泡汤又得不到补助 欲哭无泪 因为身为同种豆类的毛豆 在嘉义县就有通过补助 台南市议员在总执询时 为农民请命 而农业局经过了场刊 认定灾损达到了补助条件 将会帮忙报请农粮署核定 补助农民的损失 市长毛豆跟黑豆是什么关系 台南市政总执询 有议员问到这题 差点把市长黄伟哲给难倒 应该不是在整个过程 你们都被算作大豆吗 毛豆是黑豆还没成熟的时候 结果我们今年比较认真的黑豆 提早去种了 想要赶快收成 结果他们讲说不好意思 你没有提早收成 原来是在后壁东山区 农民种植黑豆 收成期碰上梅雨季来临 心血泡汤 却被农粮署一聚 未及时采收 认定不符合栽损条件 而无法申请救助 明明是同一种豆类 结果隔壁嘉义的毛豆 在6月7号通过灾害补助 台南农民却什么都没有 其实毛豆黄豆和黑豆 都是同一种豆类 只是依成熟度 种皮颜色不同来区分 灾损补助都归在大多类项目 而一般黑豆都是二期座 农民在1月提早种植 原本5月中药材收 却碰上梅雨季 光是后壁区被害面积 就有133公顷 损害程度达20% 台南农业局事后也调查 确认农民灾损符合条件 现在也帮忙报请中央核定 希望能帮助农民尽快拿到补助 度过难关 九红二期台南报道